风声鹤唳 西晋末年发生内乱,因为长期的动荡不安,最后西晋不幸灭亡。 狼牙王司马瑞就在建康建立了东晋,当晋朝渡江来到南方,胡人就霸占了北方,不过北方后来被前秦全部占领,与江南的东晋对立。 当时前秦的首领叫弗坚,他请汉人王蒙当他的宰相,一心想要让国家变得十分强盛。 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心愿,弗坚就带着八十万大军攻打南方。 晋朝的军臣一听到消息都非常害怕,只有丞相谢安十分镇定,从容不迫地安排着打仗的事情。 就在肥水这个地方,谢安趁前秦军队还没集合好,就迅速派兵渡河去偷袭前秦的军队。 前秦因此输得很惨,士兵到处逃命,听到风声或喝叫的声音,都以为是禁军要打来了,非常的害怕。 在这场战役中,前秦的士兵伤亡惨重,同时决定了南北日后长期对峙的局面。 风声喝吕是指风吹的响声和鲜喝的叫声,形容惊慌失措或自相见。 风竹残眠 刘因是元朝初年的人,他非常聪明,写的一首好文章, 并且他肯下苦功夫读书,著作有《静修集》和《四书极易经药》等著名的书。 刘因幼年时,父亲就死了,一向对母亲很孝顺,长大以后,他曾在朝廷做幼赞善大夫。 后来因为母亲生病,才辞去官职,返回家乡侍奉母亲。 不久,朝廷又叫他去做官,他却不愿意再去了。 有人问他,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做官的机会呢? 他回答说,我的母亲已经九十岁了,就好像是风中残烛,朝不宝夕, 我怎么可以远行去贪图那些荣华富贵呢? 风烛残年,是指风中的烛火随时都可能会熄灭。 人生垂暮之年的残余时日,随时都可能完结。 比喻,人到垂暮之年,活不长久了。 如,老张退休多年,每天都协助剧委会工作。 他常说,夕阳无限好,晚景现于灰,从不承认自己是风烛残年之人。